另外大家关心的就是国道继承费率了 要上路了 那么费率怎么计算 明天就要出炉了 现在确定20公里免费里程 里程是拍板定案 另外呢交通部高工局在长城收费 不比现阶段高的指导原则之下 继承费率将会首度纳入夜间折扣 夜间折扣可能有打三折 五折六折到八折不等 目前会择一来公布 而明年春节廉价是国道继承收费 上路之后的第一个连续假期 到时候高工局会以尖离封费率 来取代夜间的暂停收费 当然民众如果要详细的费率 可以上高工局的官网或是APP等试算通行费 而高工局也会印制通行费的计算小册 到时候民众可以来索取